COPP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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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各位今天是久違的一個 激素開箱好不好 因為我要先說一下我本來預計今天是3點多會到 結果變成6點多會到然後我9點就要發片 死定了 我愚蠢的 雙面驅動器好不好 因為有一支日本禮拜六剛發售的 我已經用最快最快蘇芭弄到手好不好 而且這也算是我敬起最期待最期待的變成器 想必大家也是好嗎 因為一共它有兩個型態嘛 加上我們今天時間不足 所以我們今天先玩我們的揚言篇 大二篇的話我們留在明天好嗎 我今天要迅速的幫大家開箱一下 因為由於這個外盒基本上是以我們大二做為主題嘛 所以盒子詳細我們明天再看好不好 雖然是以大二做為主題 當然最後還是可以看到我們的揚言 這邊的話也可以看到我們整身的一個揚言啊 哇帥帥帥帥帥帥 背面這邊也是快速帶給大家看一下有沒有 他就詳細講說這個腰帶的兩種分支變身 一樣有揚言的必殺 大的必殺 全部都有搭載 更詳細的部分我們就明天再看 所以我們就開箱 欸這裡的內容也是塞好塞滿的 不錯不錯不錯 這裡就變身武裝 腰帶 腰帶帶子 背扣 印章 所以我把它整理下 這一塊就娃酪國家概蠟 haut 基本上是採用滿素的一個配色 就是採用有點藍綠色的一個配色 而且就是他的背扣一樣是採用跟射擊昇華器 跟凱魯是同一類型的背扣 跟大家做補充 然後呢重點是這邊啊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的話一半有我們的 EVUS 然後一半有我們的LIFE 不愧是雙面驅動器啊 當初看我還真的沒有仔細看這邊 在於他主軸的一個變身的武裝 這武裝的話基本上有雙能力 想必大家也知道嘛 一個是槍 一個是劍 然後呢 這個形態的話是劍的一個預備狀態好不好 就是他進來沒展開 然後轉過來的話就會變槍 啊槍明明會講 然後我們幫他稍微組裝一下 讚讚讚讚讚 整個組完之後看起來整個機械感十足耶 意外覺得好吧 我想說配色這麼單調可能塑膠感有點重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還不錯 多歸於他本身比較多的一個線條設計啊 再來換我們這個啊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一個 BATTLE 好不好 蝙蝠的一個自由印章 他的這個配色啊 基本上大家翻一點 跟我們REVICE用的這種比較偏向白色色系的 是完全不一樣 他比較偏向綠色色色系啊 所以呢看得出來 就是基本上是以我們的洋言 跟大二座的主題出發 而且最明顯的地方就是這裡面啊 你有沒有發現 基本上是我們洋言的EVUS啊 所以呢代表說這個的話就算是沒有接見任何傳說情緒 就是屬於各自獨立的啊 三期的那個印章基本上也是好不好 就是屬於他專屬的印章 跟REVICE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再之說他中間的話是有一個 白色金屬珠光漆塗裝的一個蝙蝠啊 雕刻雕刻的我覺得是蠻仔細的好不好 蠻立體的 然後呢我最好奇點是下面當怎樣 呵呵 可以 但是是真的有一點點簡化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有一點 然後我們再這樣整個翻譯圈給大家看 差不多這樣的概念 就是整個綠綠的 然後呢我們這話就先聽到按壓的聲音就好 然後代理金屬名字才會聽哦 BATTLE 跟劇動完全一模一樣 我們就讓我們的洋言來進行一個 HANDSHIN 空派 這樣子我們就變身完畢好不好 哇好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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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LIVE跟EVICE 我自己其實比較偏好EVICE 但是LIVE當初登場那個翻轉我覺得算是蠻驚訝好不好 所以呢 整體我覺得各有各的好處啊 但是這個的變成音效 讓我一直想到外産節就是好不好 然後呢我先說一下 我沒有記錯話 像EVICE這種握把這種武器啊 目前有實體化的好像只有這一把 跟一彎完全不一樣好不好 然後呢也跟上一屆C把那種聖劍型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啊 我個人覺得整體玩起來感覺真的有那種混混的感覺啊 然後那我們這樣完全展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刀做一個完美的延伸嘛 原本是對折嘛 一展開之後就會彈開啊 這個刀身上還是採用一個紫色做一個配色啊 也算是比較迎合揚言的一個風格啊 這邊的話就有插著我們的印章好嗎 然後我要先說點喔 這一次這個也是有搭載光感的一個觸發元件好嗎 它這個系統會遠比我們過往可能玩的一些 比較獨立系統的騎士完全更加更加的優秀啊 這個的話我們應該要測個總級片 因為我印章全部都到好不好 也多虧於這個道具本身有大的光效啊 所以呢我們剛才變身子看起來也不會過於單調 它握把的部分我個人覺得有一點像T字拐的感覺啊 因為它是這樣握 但是如果真的硬要說的話 其實握起來感覺有一點點像全刃啊 只是它這個刀非常非常之常而已 而且我要先說一下啊 雖然它是屬於DX版喔 比較小一點 但是呢 因為有件事它全部都在前面啊 所以呢 這邊握起來其實說實在還是需要施一點力的啊 再來就是說 它這裡面的話是有一個按鍵 這個按鍵的話是分別要觸碼我們的斬擊音效 跟我們的變身音效的一個設計 然後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呢 我們稍微再變一次好不好 讓大家享受一下那個音效啊 這邊的話就要先出發類似像認證的音效 但是不會有代劑呢 整體面非常非常萬聖節的音效啊 代劑的光效也太準了吧 讚讚讚 我希望它會殺死我 我會殺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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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讚讚讚讚讚讚 整體的非常非常非常有感啊 我很喜歡我很喜歡 拔出來之後劍會展開 很有新鮮感 新鮮度是非常非常之夠的 我們稍微再來看看它的一個斬擊音啊 因為它的斬擊音我個人也算是蠻好奇的好不好 意外的普通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們之前有玩過那個槍斧吧 我覺得它的音效感覺有點像是斧的 音效再輕量化一些的一個版本啊 但是呢 配合揮舞感覺全是不一樣好不好 因為它本身重要都在前面 以我一個成年人來揮啊 我就說實在蠻難握的老實講 因為我們這把劍的特殊性嘛 所以呢我們 AVUS在劇動裡面 它的斬擊感覺都像在垂人的感覺啊 因為畢竟都是這樣甩嘛 雖然音效偏埔 但是整體揮起來感覺的新鮮度是很夠的啊 好我們現在來吃一下第一種必殺技啊 第一種必殺技就算是比較經典的必殺 必殺超人 嗯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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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代金啊 真的聽起來比較邪惡那種疾走感啊 怎麼會這麼簡單好不好 還不是還不是 真的是簡潔有力啊 而且我現在發現一點 它這倒的倒勾耶 哇 看起來更加邪惡 然後那再來第二種 這個點讓我有點驚訝耶 它這個的音效跟斬擊的一樣耶 我以為它會變 結果都趕快 這個點我明明在討論 楊岩的飛踢 哇 超帥 感覺有那種水木畫風格 我超級無敵喜歡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其實還有第三個必殺技喔 它的第三種必殺技 需要依靠我們猩猩印章啊 就這樣 好不好 不要懷疑 這個其實沒有搭載 但是呢 在劇動這樣玩 之前在我們家族旅遊篇的時候呢 首次登場時 它本身就佩戴了一個猩猩印章 然後呢 它這也展示我們揚言的第三種用法 就是說呢 只需要單印章 只要蓋到這邊去之後呢 就可以讓這把劍 附帶這個印章的一個能力好不好 Abus的第三種必殺技啊 比較隱藏一些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揚言 特殊的快速變身啊 這個點 我不知道在這第一次它有沒有打載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Mini Moon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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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n Mini Mini Moon Mini Mini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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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可以耶 它可以完全還原劇中的一個快速切換型態啊 我們這樣就直接把搶來的JAKA 拿來進一個變身啊 這樣子我們就獲得JAKA超快的一個速度啊 然後我們再使用一個超高速的斬棋必殺 HISAH CHOONIN Mini Moon Mini Moon Mini Moon 好,必殺的印象比我們劇中還是弱一點啊 沒辦法好不好 因為劇中那個砍好多下 但這只有砍沒幾下也 比較可惜一點啊 至少我們這個快速變身是可以完整做的事情 因為由於時間上的關係 我沒有再更多的時間可以繼續錄影好不好 因為我要趕快剪片 這樣才可以在9點多的時候上面給大家看 明天的話我們會繼續將Live跟剩餘一些謎底揭曉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 盡快都幫大家補上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 comment like a review 是一個開箱 如果喜歡的親民不知道在影片下面的影片 我們這邊再見 掰掰